前一段时间,有网友爆出张杰在谢奈怀孕的时候,出会张碧晨的消息,引起了很大的争论,而且这段时间张碧晨确实没有出席什么活动,网上就有传言说,张碧晨是被谢奈封杀了。 对于这种说法,谢奈就有点坐不住了,直接在微博上晒出了张碧晨的聊天记录,力争自己的清白。 从晒出的聊天记录来看,张碧晨每人对这件事情也是很意外,还说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自己笑到颤抖,最后还说要去看赵丽颖的宝宝和谢奈的宝宝。 其实对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关系,网上有这样传闻也很正常,因为两个人的感情确实很好,张碧晨曾经多次为张杰一起合作唱歌,而且张杰的演唱会,张碧晨也是助阵嘉宾。 两个人在台上还是有很亲密的互动,网友都喜欢捕风捉影,导致这样的传闻很正常。 但是小编还是相信张杰的人品,他对张碧晨应该也是单纯的欣赏,比较两个人都是实力歌手,聊天也比较有话题,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浪。 况且张杰和谢奈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恩爱夫妻,如果张杰出轨的话,估计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。 付出的代价极大,而且谢奈这样的好妻子,换神应该也不会辜负吧。 付出的代价,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佛晨应该也不会辜负吧。